今天调查的结果显示 我们现在所有的支出 都有凭证 都用在选举相关的事务 更重要的 它没有跑到任何个人的口袋里面 但是为什么还是发生这件事情 我们整个业务全部外包 就会有人便宜行事 没有一笔一笔输入 最后就找那个最大笔的把它冠进去 造成今天的这个错误 我身为竞云总干事 还是要在这边向所有的支持者 还有所有的媒体朋友们 表达我们的歉意 我们没有把控好 这些应该要管理好的作业 相关该负的责任 法律上还有监察院 要对我们做的调查 我们都会主动配合 而且我们也会把所有的资料 交给相关单位来做配合调查 其实大楼上都会说明 大楼上都会说明得很清楚 等一下再几分钟 差两分钟而已 差两分钟 我们要坐这边有电梯 这里有电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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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 在这些申报的资料当中 41万以上的支出 有非常多笔漏报 所以到目前为止 光是在41万以上的支出 总共我们现在查的结果 有漏报了15笔 15笔的支出并没有 如实的呈报到监察院去 再往下 再往下 这是目前列出来漏报的15笔 后面还查到了两笔 这两笔叫做误报 可是我们把这所有的这个 收入跟支出的部分 竞选总部的财务部 委托给端木正会计师 当我们查出来说 竟然漏报高达 1800多万元的时候 我们就去问了端木正会计师 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结果就是 我们委托的端木正会计师 他说他时间来不及 所以有很多漏报的情况 当漏报之后 他就把漏报的金额擅自调节 他去调节了当中的2000余万元 分成九笔申报 而且这个会计师并没有告诉 竞选总部的任何人员 他自行将这短差的2000多万元 申报到刚刚我们说的 时乐跟尼奥这家公司 还有木科等公司 总共2000余万元 下一页 所以经过我们目前清查到的 第一阶段的结果 我跟大家报告 目前清查到1800多万元 41万元以上的支出 有漏报41万左右的款项 因为漏报 所以会计师病于刑事 他竟然用自行调节的方式 把这些款项 灌到这些公司里头 而这些公司并不知情 竞选总部也不知情 所以尼奥跟 十乐公司的负责人 发出了声明 认为这个申报当中有状况 那么当中具体的法律责任 我们就请黄珊珊总干事 来向大家报告 支出品证都支出了 也交给他了 他没有报上去 第一个错误叫做漏报 漏报累积到最后 要结赚的时候 就会有所谓的短差 跟存折 中间有短差 因为有短差 所以 他必须要说明 他没有做完整的说明 也没有跟竞选总部讨论 他自行做了调节 就叫做虚报 漏报 短差 虚报 就是这整件事件 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但是 这中间 没有人 未造任何 发票 也没有人 未造任何支出品证 这每一笔的支出 都用在了 悬物上面 但是会计事务所 把我们交给他的支出品证 放在一旁 没有登录 然后到结算期 发生短差 他自行调整到其他的公司名下 这些公司并不知情 也没有开立任何的发票 这个就是非常清楚的虚伪不适 我身为竞选总干事 还是要在这边向 所有的支持者 还有所有的媒体朋友们 表达我们的歉意 我们没有把控好 这些应该要管理好的作业 那财务部 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我们非常感谢 将近有18万笔的小额捐款 所以我也可以想见 他们的工作量是多么的大 但是不能因为人力物理不足 就对于相关这个作业有所轻忽 所以今天我们也很 谢谢大家给我们时间 我们找到了这些短差的金额 我们也会按照程序去补证申报 相关该负责任 法律上 还有监察院 要对我们做的调查 我们都会主动配合 而且我们也会把所有的资料 交给相关单位 来做配合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